欢迎来到临时课照 我是美丽 1929年6月 毛主席被解除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 被派往闽东从事地方工作 不幸的是 毛主席又患上了严重的瘧疾 身体非常虚弱 需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养 于是 组织就安排他到福建龙岩 天子东 牛谷铺村 隐居修养 还派宋玉带着一个警卫帘 负责保卫他的安全 为了保密 毛主席化名杨子任 住在牛谷铺村村民陈天玉的家里 不过 不久后 天子东山下就发现了敌情 毛主席不得不转移到天子东岭上的密林中 林中没有房屋 陈天玉就看来苍翠的壁竹 搭起了一座竹寮 不仅房子是竹子的 里面的桌椅板凳 也都是翠竹打造 非常清雅幽静 毛主席也非常满意 还特意找来一块木板 上书 绕封书屋四个大字挂在门前 保密工作虽然做得很细致 但天子东来了神秘人物的消息 还是被山下一个地主知道了 就向反动民团告了密 民团派出六百多人 兵分两路进山搜索 担任保卫任务的宋玉 很快就发现了敌情 但是警卫连本来人就不多 又有一部分人在别处 宋玉身边只有几十个人 面对漫山遍野的敌人 宋玉非常着急 一边命令战士狠狠地打 一边安排毛主席赶紧撤离 这时候陈天玉也赶来了 掺着毛主席从一条小路上撤退 刚刚离开竹梁 身后就响起了枪声 陈天玉扶着毛主席穿行鱼密邻小径 毛主席大病未愈 身体蓄弱 走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 眼看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 都已经能听到敌人的吆喝声了 陈天玉很着急 干脆背起毛主席就跑 陈天玉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七 而且是在崎岖坎坷的山间小路穿行 到处是藤蔓荆棘 陈天玉又赤着脚 可想而知有多么艰难 但他顾不上许多 咬紧牙关 背着毛主席一直往渝宇村跑 因为那里驻扎着赤卫队员 终于 驻扎在渝宇村的赤卫队员们发现了他们 当他们扶着毛主席下地后 陈天玉眼前一黑 晕倒过去 第二天 毛主席在渝宇村吃卫队队长的保护下 前往上航线 离开前 毛主席亲笔写了一张纸条交给陈天玉 对他说 天玉同志 我忘不了你的大恩 你以后打听到我的下落 随时可以拿着这张纸条来找我 此时的陈天玉还不知道 他救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还以为他真的叫杨子任 直到二十年后 新中国诞生 家家户户张贴起了毛主席的画像 村民们纷纷说 这不就是当年住在陈天玉家的杨先生吗 陈天玉这才知道自己当年救的杨先生 竟然就是毛主席 不过陈天玉并没有想过要去找毛主席 那张毛主席留给他的纸条 他也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但是到了1953年国庆节前夕 陈天玉突然收到了一封情帖 是毛主席亲自发给他的 邀请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陈天玉受宠若惊 非常想去 但是当时他的老婆马上就要临产了 走不开 就只好派弟弟陈奎玉去 陈奎玉来到北京后 收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虽然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 但毛主席一看见他 就上前握住他的手 笑着说 你不是陈天玉 你是看茶筒的弟弟陈奎玉 陈奎玉没有想到 毛主席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激动的热泪盈眶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 深情的说 我一直惦念着你们 没有忘记你们 共和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这就是毛主席知恩图报的故事 即使已经当上了新中国的主席 也不会忘记当年救过自己的恩人 体现了中国人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好了欢迎点赞关注临时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